首度出访大陆出席上海的双城论坛 上海市长杨熊是亲自来接待 还有市台办官员陪同夜游黄浦江 路方因此就封闭了东方明珠游艇码头高规格来接待 不过也因此害得大批的观光客在门口排队 没有办法登场 台北市长柯文哲第一次以市长身份出访 维持一贯风格 不仅行李全程自己拖 通关更坚持不走公务门 坐上经济舱便开始埋头看公文 下午抵达上海后 由上海副市长翁铁汇接机 晚间则与上海市长杨熊见面会谈 副市长跟副市长杨熊见面会谈 台北市长跟副市长杨熊见面会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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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北跟上海是两岸城市当中 专门最前进的 互相彼此都有很多互相学习的地方 那过过两天更密切的这种互相交流 有互相追求互相对双方做的流言 柯文哲登陆第一天 晚宴由杨熊亲自接待 送上贝壳香签名为白玉幽香的漆盘 柯文哲也回赠挂在市政府的画作 稍晚上海市台办官员更特地安排 柯文哲夜游黄浦江并由上海市台办主任 李文辉全程陪同 船舱二楼包厂保留给柯文哲 和随行团员高规格里域 不过陆方虽然开放媒体搭船 但禁止攜带大型摄影机 随行记者只能用手机拍摄 客难完成采访 加上陆方为了接待柯文哲 将东方明珠游艇码头封港 周遭还有多名公安维持秩序 让码头上大批观光客不得其门而入 陆方热情接待 不过似乎和柯文哲 一切从简的形式作风大大不同 换新闻综合报道